大家好,上一课给大家讲基因空间当中常见的事件冲突的解决 那我们这一课来讲一下图片格式 因为我们所开发的美图秀秀项目当中使用了大量的图片 所以说这个图片格式有必要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后期我们在生成图片的时候就可以了解到不同格式对我们项目所最终达到的效果的影响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课时 首先说这个图片格式 大家第一印象想到的就是常用的几种图片格式 就比如说PNG或者GoogleP,EG或者WebP 这三类是作为最常见的 其他格式虽然说是在其他平台也有 但是我们就不做详细介绍 因为我们安卓当中主要是以这三组为主 在安卓的界面程式的时候 空间和窗口当中的图片是功能模块不可或缺的有关内容 那由于不同平台所生成的图片的要求也不一致 所以说为了适配各个平台图片的展示效果 所以说它就有多种格式 那我们下一任就一一介绍几种常用的图片格式 通过深层次分析让我们掌握当中 安卓开发如何去正确使用每种格式 好我们通过代码来实现三种格式图片的生成 这个生成的方式就是说创建 第一步是创建保存到指定的fail当中 然后第二步压缩 第三步打开我们的这个设备管理器 来到这个图片所生成的路径导入出来 然后来看最后一步就是指定压缩比例 再次运行我们来观察 好我们来通过代码来实现一下这个所PPT当中所介绍的这几种 首先第一步是不是我们所创建创片创建图片了 好那我们就是说第一步创建图片 首先创建图片图片作为一个文件 那我们首先得创建一个文件吧 好 fail 好 这边是不是得传个路径 传个路径就比如说我保存到SD卡吧 SD卡叫什么 even.get get什么呢 get 第一个吧 然后再getpass 然后后面我再给起个名字 fail的斜杠 斜杠 大家记住这个路径的斜杠 一定不能用这个字母串斜杠代替 一定要用这个fail的 spergerator 过滤器 再加上后面就比如说我有一个叫 imimage1.2 首先我们先介绍png png的 是吧 png的 好 这是fail 然后我们判断一下 如果这个fail 如果说这个fail在文件当中存在 存在的话怎么办 存在的话 我是不是要把它删除掉 第一步 这是第一步操作吧 好 删除掉 然后 删除之后 先打个trash 紧接着就是创建吧 删除完之后就是创建吧 好 我们创建先把这个trackage写好 因为 你在创建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异常 所以说 这个创建 紧接着就是fail.create create 就create newfail吧 create create newfail 好 create newfail 好 这是创建 紧 那个文件创建好了之后 那我下面创建什么了 创建是不是 创建bidmap bidmap 好 bidmap bidmap 我就拿最简单的一个 我们decode 图 这个bidmap工厂 生产一个 生产怎么生产呢 bidmap翻个水吧 然后 然后 点create create create 什么呢 resource吧 这边叫get resource 好 这边也 ad 我先用这个aclaunch吧 好 aclaunch作为一个图片源 我们展示一下 好 然后写完成之后 那我们紧接着就是不是作为一个原始压缩 原始压缩 这一块 第一步作为三个参数提示 第一个是conversive formmeter 什么意思压缩格式吧 第二个什么参数呢 压缩比例吧 最后一个是什么文件流吧 然后那好 需要三个参数 是不是现在还缺一个 缺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缺一个文件压缩流 output stream吧 fail 是不是缺一个这个对象 那好 那我们把这个对象创建出来 要一个参数什么呢 fail吧 好 就是上面这个fail 好 然后我们再进行压缩 第一步刚才说压缩什么呢 压缩的格式吧 好 就是png机吧 我们先不加速 百分百吧 好 最后一步是把这个文件流放进去 然后 这是不是文件 已经在sd卡当中生成了 是既然生成之后 那我们这时候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但是收尾工作是不是没干 收尾什么收尾工作 是不是 就是我之前给大家讲的 fail fail文件流 用完成之后 是不是要及时清理 flash 清理一下 然后 清理之后 是不是关闭流啊 最后一个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bitmap吧 bitmap 第二 是不是recycle 是不是 这就是我之前给大家讲的吧 防止内存移出吧 好 然后这是第一个 那既然第一个已经创建下来了 那我们 就紧接着创建第二第三个吧 是不是 是不是 然后这第二 这是作为第二个图片 作为第二个图片 那我这边也改为二 复制一个 改为二 好 改为二之后 这个bitmap 或者引用上面那个变量吧 是不是啊 把这个tri-catch去掉 因为下面已经呃我们在这个里面已经有了 这个 这个不能去啊 把这个去就行了 开始是和上面这个联为一切 好 这样就好了吧 给大家放大一点 然后 这是作为二 这是作为一 我把这个给写里面吧 大家看起来就比较明确了 好 这是不是一个对象 这是一的吧 然后这是作为二的吧 好 那我们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复制一个对象 再创建一个三种格式嘛 是吧 三种格式 那这个作为三 三 好 三 然后 创建完之后 我们三个是不是要进行比较呀 是不是 你这个是png的 那我们这个是不是gupy gupyg的 gupyg 最后一个说的是什么呢 说是不是webp吧 是不是 好 那我们相应的这里格式也是一样 这里格式什么呢 是gupyg吧 那这里是不是什么 是不是webp web 找一下 好 webp 这是不是三个 三个 那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生成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 生成的是不是已经 ssd卡已经存在了 好 存在之后 那我们紧接着就运行一下项目 让它生成吧 好 运行一下 这里模仪器我已经打开了 好 这时候再编译 我们来看一下编译的过程 好 这时候已经在打包 好 打包完成 正在安装 是不是 因你的 好 已经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之后 这时候没报错 没报错 这时候 大家应该紧接着怎么办 是不是去sd卡找啊 sd卡怎么找呢 在studio eclips 大家知道直接打开 有个show wheel 那在这个sd当中如何去找 是不是通过tools底下有一个安卓 安卓底下有个drivers motor 那我们打开yes 好 打开之后 这个就是打开这个设备管理器 那我们打开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在哪去找呢 是不是 这已经出来了吧 出来之后 这不是fill explore explore 里面找着sd卡 这不是storage sd卡 然后里面我们找一下 我们生成三个 这是我们生成三个吧 好 那我们是不是2016年8月18 我们看一下日期8月18吧 好 那我们把这三个分别都导出来 导出来 导到桌面 好 我们来到桌面看一下 好 这三个已经有了吧 三个已经有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png的 这是gupyg的 这是webp webp 为什么打不开 这里为什么没显示 是因为 这里我电脑 没有这个格式的识别 没有装的查件 装了之后 你就会打开 所以说这里 我这电脑没有装 所以说这两个 目前只支持显示这两个 这个大家在作为程序的时候 显示的模拟器 肯定能显示出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是不是 感觉不一样 不太一样 是不是 这是一个 还有我们 打开我们的这个管理器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个 大家有没有看到 大小 大小 这个是33 我这里程序当中 我给大家 没有压缩 就是同样一张 这个ic launch 是不是一个机器人 同样是一张机器人 大小都是一样的 那好 大小既然一样 那这个时候 它的生产出来 这个图片 为什么不一样 你看 png的是最大吧 然后webp 是不是最小 那好 这是一种情况 这是一种情况 然后 我们 我在这桌面先创建一个文件夹 就是说 加错前吧 press 这里 就重新链一下 就是 这个press 就是press 就是压缩前的 好 我把这个放进去 放进去了吧 好 那我 接下来 我再 打开程序 我来个 做一个压缩处理 我同时压缩 70% 就比如说 把它们几个 同时压缩 70% 大家再比较一下 我比较 大家注意看一下 这个 记住一下 这个大小 现在是 一个是3000多 也就是3kb多 一个是4kb 快5kb 一个是 1.8 就是2kb 就是png 勾pg webp 大概在这个范围里 那好 那我们 紧接着 压缩一下 我们再比较一下 压缩一下 好 再运行一遍 我这里是不是不需要删除 手动去那个删除了 为什么不需要手动删除 是因为这时候 我这里已经判断 如果存在 则删除 是不是 好 我把项目 clean一下 clean完成 可令完成之后 那我们 接下来 运行一下 打开 这个管理器 就不让运行 那我把这个门器 再关掉 再试一下 好 这时候就让运行了 因为管理器 也作为一个 门器的一个端口 所以说 它抢占了 这时候 你运行 就会报错 这时候 我们运行 为了方便运行 先把它关掉 运行完成之后 我们再打开它 这时候正在编译工具 build roll roll 等待它运行完成之后 那我们就 再来再次导出 先在桌面 创建一个文件夹 创建一个文件夹 叫什么 press的 压缩过后的 是吧 好 这时候 是不是运行完了 其实运行完 已安装吧 这时候已安装 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 再次打开这个 设备管理器 在这吧 yes 好 等它再次打开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好 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来到 这个storage 底下SD card SD card 最后 我们再看这三个 这三个 大家看 这个时候已经出现变化了 我先把它导出来 导到桌面 让这是我压缩过后的 pressed 好 导完成了吧 那好的 我们先紧接着 就来到这看一下 好 这是我们三个 这是我压缩过后的吧 压缩过后的吧 是不是啊 压缩过后的 那好 那我们紧接着 就看一下大小 这个大小是多少 这个p 先看 没压缩之前的 png 是不是 3kb啊 具体是33 854吧 刚才大概是 那好 看压 压缩过后 也是3kb 这个基本上 没怎么变化 那好 那我们看一下 勾批计 勾批计原来是4kb 现在怎么 他大概是4000多 现在还是4000 5000吧 大概5000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勾批计 勾批计 这是1.5吧 勾批计 就是1.5吧 是不是 1.5 勾批计 这是勾批计 1.5 我们看一下简介 通过简介来认识一下 这是4大小是 4800的字节 那我们再看 压缩过后的 压缩过后的 这是 1500的字节 是不是变小 变得特别小吧 减少了3000吧 那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勾批计的 opng的 好 opng 好 我们看他压缩前是多少 压缩前是 3305吧 那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压缩后的 压缩后的 然后这样 这样给大家放下 大家应该看得比较明显 这是 png png的 压缩 这是 压缩前的 压缩前是3305 压缩后还是3305 对不对 他这个 其实压缩对他 没有任何影响 是不是 然后我们看 勾批计 勾批计压缩前是4810 压缩后是变为1507 大家认识到 这个 勾批计的压缩比例 是不是特别大 是不是 同样的比例 但是他压缩的空间特别大 opng也没有任何影响吧 那好 那我们最后看一种 这个 webp webp的 这个 显示的比例 压缩前 是15 1805 那我们看一下压缩后 压缩后是多少 是变为500了 也就是说 1800 比上500 大概是 1比3吧 是不是 1比3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png 1500 比上4800 大概是3比1吧 这个是3比1 那这个是 也是 大概是 三连多一点吧 也就是说 webp的压缩空间 是最大吧 它是最大 其次是勾批计 最后一个是png吧 那好 那我们既然 这个比较出来了 那我们 再想一下 这个效果 展示的效果 如何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最后 把它放在一块 大家看 这个是压缩之前 这个也是压缩之前 这个压缩之前 比压缩之后的 稍微要显示的清晰一点吧 我这里在我电脑 我看的比较清楚 然后这个也是 压缩之前 和压缩之后 显示效果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而这个 gpg的压缩特别明显 加速前比较深一些 压缩后稍微淺一点 这就是它的一个特性 我们通过观察发现 好 那我们来 既然这个效果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 接着看一下下面 然后我们 使用当中区别 就是说区别 主要是在哪呢 第一个是图片大小吧 原生图片像 webp的体积最小吧 其次是png 好 图片质量 勾pg颜色 是不是更加丰富 它是丰满一些吧 更饱和 而png看起来就没那么丰富 为什么这样说啊 大家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体积最大 勾pg的 这个体积最大吧 显示可能效果最好 然后图片的透明度 勾pg不只是透明 png只是透明啊 大家刚才再看到了桌面 是不是一个黑的 一个不黑的 不黑就代表了png png就没有 黑色阴影 就代表它不透明吧 则png只是透明的吧 好 最后一个图片适配 勾pg 由于压缩比例和空间大 导致适配性差 因为它压缩的空间特别大 所以说它设备 进行适配上 rpg竟最大努力 保持原有的格调 适配性高 这就是它 这一点我不用多说 大家都明白 所以说 在给出的建议使用 就是你根据它每个特性 去选择使用方式 所以说安卓当中 保持为了适配性高 所以说 这个png是首选 好 那我们这一课 认识这个图片的格式 那好 我们下一课 就真正开始 我们的美图秀秀功能的开发 好 这一课就讲到这里 没关系 感谢观看